两位选手都是战力型选手 这将会是一场节奏快 对抗强的精彩比赛 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 首先出场的是文俊成 那么这名选手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 年轻的小将文俊成的队友 李振宏刚刚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相信这对小将而言 也是莫大的成绩 对 实际上的话 从他出场的面部表现 就可以看出他非常轻松 对这场比赛获胜 也是充满了期待 现在在这个图抹 丸射林 黄指 眉骨和皮子被打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小将在瑞武的战绩 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每一场比赛都打得很漂亮 每一场都在进步 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是的 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打得让人看着热血 最后 对 这时候我们看到场外的骰判 在对他做最后的检查 很兴奋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位选手 另外这位选手 郑军风 这位选手呢 是在瑞武第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曾经出场过 在这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出场 这是第二次在瑞武的比赛当中出现 上一次比赛呢 他输给了应该是来自全天下的阿牧 日记日嘎拉 这场比赛呢 他要面临的对手呢 是文俊成 文俊成已经是打过三场比赛了 也算是很有经验 对 那么这个郑军风啊 我们再说 他虽然说只打了一场 然后到现在才复出 相信这中间其中的这几场比赛 没有出场 也是折扑了这么久 肯定是有备而来 确实每一个运动员呢 都不应该小视他的对手 因为呢 他们呢 都在刻骨训练 我们看他这个肌肉线条就知道 他平时训练呢 有多么刻骨 才能有这些骨鸡 而且的话 我们看他这个皮下脂肪啊 相对来说呢 很少 也就是说在训练当中 他的训练量是非常足的 所以在比赛里头呢 对于这样的选手不可小视 好的 对于这样的双方两位选手呢 都已经亮相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两位选手 首先为您介绍我们的 蓝色角区的选手 这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选手 瑞伍战绩 林胜三富 身高170公分 体重56.4公斤 他就是来自天津K1 泰拳俱乐部的文俊成 好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 来自红色角区的选手 原籍河南瑞伍战绩 林胜一富 身高175公分 体重57.5公斤 他就是来自重庆的 郑军峰 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说 他们都急需在这个 八角台上的一场胜利 来证明自己 所以接下来的对决 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好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本场比赛的场上采败员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上采败员 优独播剧场上采败员 好 观众朋友 比赛开始了 这是今天比赛的第三场 那么两个人呢 我们看到文俊成 相对来说身材稍矮一点 现在主动进攻 带着这个蓝色拳套的 这是文俊成 红色拳套的是 郑军峰 好 上来以后 我们看文俊成就锁住了 郑军峰 用吸 这也说 文俊成比郑军峰还很多 但是呢 现在呢 文俊成抓住了 郑军峰的脖子 用肘击 很聪明的打法呀 对呀 小将很聪明打的 蓝方选手是文俊成 被中击了 被中击了 下巴被中击了 看来郑军峰的拳法也很好 对 所以在比赛里头呢 到底 能不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 这就是每个选手 上场之后 所要干的事情 相比而言呢 郑军峰的臂场呢 会很占便宜 对 而且我们注意看了一下 郑军峰这个 全是好像 漂亮 漂亮 折面控制 折面控制 折面控制住了 郑军峰 这时候好像要做断头台吗 是想缠住他的脖子 但是始终还没有 是的 但是折面控制的位置呢 还算是有利 还算是有利 好 郑军峰 折扣了 现在这个 郑军峰力量还是比较好 是的 明显感觉到 这个文静诚啊 锁不住 文静诚呢 打得有点急了 没有 高边腿 这个踢高边腿 但是文静诚笑得很开心 告诉你 我没有事情 但是要注意 这一拳的中击 非常厉害 有点晕 好的 又是个下锅拳 郑军峰现在步步紧逼 不给对方闯息机会 所以在比赛场上 这个机会是瞬息万变 就是如果一旦这个机会 抓不住的话 很有可能就丧失了一次 非常好的这个得分机会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郑军峰的战力技术也很棒 后手把拳打得很重 文静诚 抱腿 有点漂亮 没有有效的继续追击 这对文静诚而言 这个tickdown不是很棒 又摔倒对手 这拳打得很重 要住ammer 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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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使的是肩膀 这走关节 走关节 很危险 锁住了 这非常危险了 郑军峰锁住了 文静诚的安板 这下很应该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作 整个动作 这个手臂已经拉得很长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 文静诚没有拍 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是的 文静诚没有拍 文静诚没有拍 做得好 好 快不停了 还在抱 还在抱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受伤 他得用脚 但是我感觉有点弯 有点弯了 这时候很危险 应该有拉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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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文静诚很坚强啊 这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一个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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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拉起来了 真是一个男人 真是一个男人 他现在压住了他的对手 男人 郑君锋还在抱着对方的那个手 还想做 但是现在机会已经失了 是的 这时候反击 这时候反击 要求站起来 要求裁判要求站起来 暂停 暂停 我认为文静诚的胳膊有所受伤 对 有所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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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文静诚的胳膊有所受伤 有所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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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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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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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们已经不行了 回来 回来 我们看看裁判来怎么样判罚 这个 应该说是在地面的时候 他要踢对手的头 可能是 在说文静诚要犯规 我认为是这样 嗯 那么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规则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 有在这呢我们也让我们看啊我们看到回放镜头做他的安把啊 郑俊峰做文静诚的安把我们可以看看这肘关节啊已经是严重的被拉成变形了是 嗯 嗯 现在的情况还不太确定 嗯 这个 裁判员们要做具体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还不知道 好像刚开始看了一下郑俊峰和文静诚的情况可能要求比赛继续 我们来看一看啊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 好 重新回到比赛 是 裁判的感觉是男方回到一次警告 那么了解刚才展前比赛是因为文静诚呢在郑俊峰倒地的时候呢踢他的头部 所以裁判呢即使那个阻拦了这个 即使在MIM是分会 哦文静诚 莫问他 莫问他郑俊峰走击 又走击一下 这个位置呢对文静诚而言呢是有优势的 他推对手的文静诚推郑俊峰的头部 就进行全 呃 正面击打 正面击打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郑俊峰也非常聪明 往下缩 往底下 是 实实地抱住文静诚 打得很漂亮 位置很棒 呃 在刚刚受过十字顾攻击的时候呢 呃 还能 继续打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确实很棒 而且我刚才要说的一点啊 郑俊峰呢 大家看到了最开始锁住文静诚呢 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判斑的时候 但是呢 我大部分的力量呢 是在文静诚的肩部 所以说呢 伤害不是很大 后来的转换转换到文静诚的走步呢 我觉得对文静诚而言呢 有所危险 哦 这人翻过来了 翻过来了 啊 我们看一看这个文静诚现在翻过来之后 现在能不能锁住这个郑俊峰 郑俊峰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 所以说 应该说这个铃声是 帮了两位选手 OK 刚刚呢 文静诚呢 刚把三脚脚的这个扣啊 打在郑俊峰的脖子上的时候呢 就比赛呢 就第一回合就结束了 所以说 这对郑俊峰而言呢 是等于救了他一下 对 这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一看 两个拳手 我们来看回放 郑俊峰的下勾拳 打到了脸上 这是他的安板 我们看看他的安板 就是 文静诚站起来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好过上这个安板 对 要转换吗 应该说 这第一回合的比赛 打得就这么胶着 对于双方来讲 我记得 第二回合比赛的话 第二回合比赛 我相信 双方的这个体能 是一个关键 第二回合 我讲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第二 第一回合的这个安板吧 石子库 对 石子库我刚才说了 郑俊峰呢 虽然拿到了位置 但是呢 最开始呢 是所有的力量 都用在了文静诚的肩上 所以说呢 对这个肘部呢 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呢 时间呢 一分一秒往后推移的时候呢 对肘部的攻击呢 开始 也开始有 对肘部的反关节攻击 我相信那个时候呢 对文静诚的肘部来说呢 一定也会造成伤害 对 好 现在第二回合开始了 我们看看第二回合 郑俊峰怎么样来应对 这个文静诚的这种打法 好 这时候是要求继续 刚刚可能文静诚要求问 向裁判示意好像是 郑俊峰 有问题 是不是这个水洒多了 是 是 是不说他汗多还是什么呀 我这个 还没有太看清楚 我们要仔细快一看啊 现在双方经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 现在双方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是的 这时候呢在第二回合一开始 打得比较稳 先让自己的这个平息一下 然后再进入到激烈的缠斗当中 文静诚的手有点低 这一点特别不好 残包一起 然后抱三腿差一点比对手 抱双腿抱双腿 龙边 龙边 没有摔倒 好 我们看看这个文静诚 这次能不能把对方 放到 再放到地面 是的 我们看但是那个郑俊峰啊 好像不愿意把他拖到地面 他四次的靠在龙边 然后呢 并没有有效的 能摔倒对手 这回呢 裁判其实应该 封开他们俩 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双方都看到了 第一回合比赛的体能消耗太大 所以在第二回合 有这样的机会 双方呢都想缓一口 缓口气 我们刚才听到啊 裁判有在说啊 不要停不要停 如果再这样耗下气等的话呢 裁判会把他们俩 重新分开的 然后重新进入这个比赛 对 因为这种僵持状态呢 对观众而言呢 也是不负责任的 对 好 这个裁判果然要求分开了 要求分开了 好继续 比赛继续 的确像这样的比赛啊 对每个选手来讲 体能都是一个考验 是的 好的 下钩全没有打到 而且最后的这个一个 叫做下摆拳 蹭了一下 这个 也就是说 郑军锋他的连续击打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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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文俊成将手抬高 抱拳状 应该还是想继续做抵挡 摔倒对手的 嗯 好 前后手拳 打进去 没有有效的 少踢 文俊成是练太拳的 少踢 嗯 还是打地边腿 但是从这一天 可以看出文俊成 现在体能也是有问题 他现在也不敢 呃 因为摔对手是很好体能的 对 我们也都知道 缠斗是最 最好体能的 嗯 所以现在呢 对于他们来讲 呃 现在 就看怎么样来 应对对方的这个进攻 是的 呃 我们看到呃 文俊成被压制在下面 呃 郑军锋呢 呃 将对手呢 将文俊成呢 做了一个 类似于Galote的一个 呃 呃 残暴的支持 但是呢 呃 做的不是很标准 只是在做一个压制 因为他很怕文俊成呢 将他tick down摔倒 文俊成抱住的呃 对手的单腿 但是抱的位置不是很好 发表力量 两个人又僵持在了一起 又僵持在了一起 我估计两个人呢 都是把这个体能留在第三回合啊 这个时候在第二回合呢 双方都 呃 能有机会喘息的话 大家都互相好像有一种默契 是的呃 文俊成试图摔倒对手 又到了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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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啊 继续摔的方式呢 没有得到 啊 转变 很难摔倒对手啊 啊 郑俊峰呢 现在也是锁住了这个 文俊成的腰啊 让你也拿我没办法 同时一直手在他的那个脖子上 嗯 很难摔倒 这个位置的当人 就是双方好像也没有那种意愿 就是说非要把这股劲儿叫过来啊 哇 两个人这样下去会很好体能的 嗯 应该转变一些思维了两个人 转变一下打法 文俊成啊 刚才好 裁判正开了 哎 文俊成呢 刚才我终于看了一下 刚才被这个 被这个 十字固这个手啊 似乎还是有点后遗症 是的 打进去的时候 迎面中了一拳 文俊成 文俊成的 战力技相对来说 要比他的这个 地面技能要踩 肥膝 这种肥膝啊 没有杀伤力 没有杀伤力 还有十秒钟结束比赛 第二回合 哦 踹得非常好 踹到脸上了 好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从这个第二回合比赛情况来看呢 双方这个体能小好的确非常大 而且好像都没找到能够制服对方的办法 再一个呢就是文俊成在比赛当中啊 由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 这个手臂的十字固被对方十字固之后的这个 好像有一些受受到了重胖的这种感觉 是 所以在比赛当中有所顾忌 他几次拿摔对方的时候都好像力量不足 我们也看到了体能的不足 真的影响了两个选手的进攻 比如说文俊成 他的take down摔法啊 用不出来了 相比那个郑俊峰呢 也是 我们看到他在压制上呢 就是尽力地去压制 也没有做得有缺的反击 对 而且我们看 刚才的这个 左腿的侧踹 还有这个文俊成的起膝 这种起膝的话 我们看动作幅度大 而且呢目标非常明显 是的我们也可以了解 郑俊峰的打法呢 一如既往 又如三打的选手的这个风格 好接下来第三回合 我们看看双方会怎么样来 采用一些这个技战术 第三回合开始了 文俊成的战略技啊 他在进攻的时候这个头啊 老是往底下低 不看对方 然后出拳的时候呢 文俊成打得很勇敢 就是给对手 会制造很多心里的压力的一个选手 但是要想办法怎么样 西碰西 这下太痛了 对于郑俊峰而言 因为泰拳手的西真的是很厉害 要踹膝盖 对高边 这泰拳手应该叫高少 我们来看看 对 那么很多朋友对这个 MMA的比赛当中的一些规则不太了解 到底什么样的打法 才算是有效能量 卓手 摆拳打到了郑俊峰的脸上 对 那么在这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 这个MMA的比赛呢 就是你可以采用任何一种方式 你可以用泰拳 也可以用散打 也可以用抬拳道 也可以用柔术 也可以用这个巴西的这个柔术 来进行比赛 就是说任何流派的打法都可以 因为他不受限制 好的 这一下 郑俊峰想往里头钻 但是钻这一下的话 我觉得有点过猛了 所以在比赛里头要首先保持距离感 这个距离是必须你能控制的有效范围 好的 手踢和撤踹两个人对待了一起 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俊峰的架子压得特别低 嗯 这时候他是想钻进去 然后也应该是 放倒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文俊峰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看他在进攻的时候 这个好的 迎击 这一下很重 一边 杀伤力不是很大 这个文俊峰啊 这个文俊峰啊 这个在进攻的时候这个眼睛瞪得很大 是的 两个人第三回后都保持了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 相后之间的攻击呢不够果断 嗯 飞吸 嗯 没有打上 但是同时他又用那个拳 哎 拳 打上了他手手力不够干 这个呢 叫 尤其我们在这看的话 看得比较清楚啊 是 其实这不是后手拳了 这叫抡 从后面像一个骨线一样的往底下砸的这种抡 抡打 抡起来以后呢 对双方的运动员的汗啊 嗯 又要爆水 哎 这个时候被锁住了 我们看看文俊峰被这个郑俊峰锁住了脖子 但是好像还没形成这个 断头台 哎哎哎推开了很棒啊 郑俊峰很聪明 推开了文俊峰 嗯 就拿不住对方 也怕对方把他摔倒 所以呢就干脆 哎 老梁似乎有一个 没有站稳对于郑俊峰刚才 时间还剩一分多钟 文俊峰和郑俊峰都应该相互主动一些 文俊峰现在 啊我估计啊可能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右手啊 这个十字枯那个手手臂受伤 受伤很严重 受伤很严重 所以他也不算是特别 一会儿 需要一会儿再看一看 哎他现在始终 还敢进入地面 而且发挥不出力量了应该是 对 应该是会有一些伤害 没有明显的那个呃 反光级那么明显的一个呃 折断的那个呃 表现给我们看出来 但是我相信练过地面技术的人都知道这 所以嗯刚才那下对呃韧带的拉伤应该是还是会有的 对 好还有还有不到一分钟吧 对嗯 啊现在外面的教练也在喊找机会找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现在留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最后就看谁的点数高了 是 嗯 看三个回合谁最后能夺到这个比赛的胜利 哎漂亮 一个转身轮摆 又被锁住了 我们看一看啊 这时候想抱摔 就是就在我们的眼前 就在我们眼前 没有成功啊拿不住啊 防摔意识很强现在 而且明显的这个文锦城这个力量上好像不行了 啊是的 啊手部受伤可能有点 你看他现在呢他用这个手指把自己的另外的一个手的手指缠住 然后往里头拉想把对方拿倒 是还有十秒钟 还有十秒钟了 啊估计这个比赛就会这样以这样的形式来结束的 好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一看最后裁判到底怎么来判罚啊 文锦城倒是非常兴奋啊 队友也非常兴奋 郑军峰显得比较冷静 那么到底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要等待裁判的判定了 非常漂亮一场比赛 我们来看回放 哦两个人互相拳攻击对方 我们看到文锦城很是兴奋 但应该是认为自己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嗯 和焦搂在了一起 但是从第一回合比赛来看呢 应该形式对郑军峰似乎更有力一些 但是呃 因为第一回合最后阶段呢 呃 文锦城的后半段呢 有效的反击 呃 骑在了郑军峰的身上呢 不断的打击 也会给他得到很多的分数 所以说现在很难判断 很难判断 啊 最终裁判到底 但是第二回合的文锦城呢 给了很多有效的吃荡 嗯 有效的吃荡和打击 我们还是来看裁判的环境吧 这里我们也不能出的算 嗯 看来裁判也比较难 到现在迟迟也没拿出一个最终的结果 还是商量 呃 应该是这个比分很难算 对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这场比赛 真正的是针尖对面玩的一场比赛 第三回合两个人确实都没有特别 呃 怎么讲 主宰的地方 就是主宰的地方 然后第二回合文锦城是激烂的地方 对 武当一点 然后打击多一点 呃 第一回合两个人呃 前半段是邓军峰站了有 呃 一个实固站了比较有优势的呃 一个位置 但是后半程呢 文锦城的齐在对手身上呢 给这所造成打击 好的 来 有请 有请我们的双方选手 呃 这是一场 焦灼的比赛 我们问一下现场的朋友 你们觉得是 蓝方 获胜还是 红方获胜 蓝方 还是 好 接下来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本场比赛 我们的三位裁判员一致性判定 红方正军风 获胜 好 好 好 我是 是 我 在里面 我